法卧大使本块 从他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此来到 投资脉搏的安晚看股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1年9月9日8月3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关钱震荡整股加仓 关钱震荡 顾名思义 昨天来到了3700点整数关口 那么昨天的最高点 实在3695点 那么在这儿呢 出现一个 寒整回落的动作 是非常正常的 唯一一点不好的 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昨天的创业版 我这给大家画了一条切线 在昨天开盘的时候 我说这条切线 他应该回踩一下 但是回踩尽量不要漏 昨天呢就有点漏了 这个漏呢 可不可以接受了 不是说不能接受 大家要注意 这个漏 如果在这块 大家注意这根大阳险啊 在这块的1分之1处 能够撑住 最低最低 不能低于到他的三分这 也就是差多0.618的这个位置 要能够撑住 说明创业版是要做W底 或者是头肩底 因为这块他有一个左肩吧 这块是一个右肩 头肩底还能往上走 如果要是强势一点的话 他最好啊 就是别破这个0.382这个位置 小梁线的地点尽量别破啊 或者漏一下再收回来就好了 这样看来呢 创业版呢 在这块金叉啊 有点磨叽 不见得说是一下能够通过 创业版不能够一下通过的话 我们可以看这块 他的一个小时线 要做一个底背离 创业版这块过不去 那么上证在这块 最好情况应当是一个横盘整理 而且呢 昨天A50 出现了一个短线的涨多调整讯号 注意我说是涨多调整不是修正 这个修正呢就比较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呢 依然要看多整体指数 我在两天前 大家注意我又说的是两天前 就已经提示了 我们逢高减仓 逢高减仓 也就是说这两根阳线当中 我们起码在这 讲过一小部分仓位 在这讲过一小部分仓位 而且我跟大家说了 我们等待什么 等待回踩加仓 那么有的人就问我 回踩在哪 我说当时不知道 但是现在咱们呢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这个端倪在哪呢 在这小时线 我们来找前期的地点在这里 那么它的回撤位 正常来说应当呢 是在0.382 或者0.618 在这个区间 我给大家把这个区间呢 划下来 这个区间呢 有点宽泛 如果上证足够强势 而外盘现在又不是太坏的情况下 那么我觉得呢 它应该是能够在 3650点附近 这不是3647吗 咱们就取一整数官 3650点附近这块 能够获得一个笃固 如果美股像今天似的 继续下探 那么就惨了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现在一些增量资金 主要是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 一旦美股下跌的时候 经常会从A股流出 我不知道它是旧厂子去了 还是干什么 这咱不太清楚啊 总而言之就是美股一跌 A股肯定往外留点资金 那么咱们就得看 这个0.618的位置 那就要回到3620点 和3610点附近了 这块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 哎呀这一下 涨的是不是又要结束了 没有啊 这是要走上升的浪行 大家注意 这块是上升一浪 这块呢 是上升二浪 现在上升三浪 它必然三浪和亡浪 有一个整部浪 这个整部浪啊 我们现在看不到 它有下跌的趋势 那么咱们就不能猜 它是不是要下跌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 在这块你肯定不能加仓了 昨天没有减仓的 那么今天看看 有没有一个小的 15分钟级别的反弹 15分钟级别要是一个小反弹呢 您应该是减一减仓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加仓的位置 就是3650这块 不见得能撑得住 我们可以把减出去的仓位 下回了一半 等到呢 50%也就是3630 在3620附近的时候 我们再去加 因为3620啊 如果A股像前一段这么强势的话 可能看不见3620 所以说你可能就得在这啊 再加一下 话说回来了 如果它真弱势了 我们在这的话 3617这块 坚决的加仓 那么在哪止损呢 破3600点 我们就要止损 这是一个加仓位 很多朋友都说 我不知道该加哪只股票 那么如果您跟着咱们的节目 您就算是买这个510 050 我估计现在也有一个23%的收益了 就是整体仓位来说 而对于咱们一直看节目的 大家要注意宁波能源 昨天我是在盘前给大家讲了吧 昨天一个账票 大家注意 这是咱们昨天盘前就跟大家说了 如果你开盘就进去 它是一个平开 你就整个一个掌平板都吃了 我们是在这吃了 我们是在这进的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 鸣不能源呢 已经都挣了15%16了 这样一个水平 另外呢 跟大家通报一个相对好的消息是什么 美股昨天虽然跌 但是呢美股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指标 叫恐慌指数 昨天美股的恐慌指数啊 它没怎么涨 美股的恐慌指数 大家注意啊 昨天在这块 往上涨了 在这涨了一下之后呢 就迅速的 大家看啊 拉出了一条长长的上影线 就缩回来了 它就不怎么再往上涨了 虽然现在这会儿呢 又是一个跳空高开 但是呢 我们来看 就是美股啊 在这块 好像往下跌的动能啊 没有那么大 因为现在是叶盘往下跌一跌 昨天看的 它动能好像没有这么大了 如果美股在这里 能够保持强势的话 我觉得呢 A股呢 很有可能 就是在0.382 这个位置 做一个一个小时的横盘性的调整 而这次跌下来 如果您再不知道加什么股票 我还是给大家建议啊 就是证券类的股票 其实呢 如果大盘要想充3700点的话 必然金融股累动 但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保险啊 银行啊 都不建议大家现在参与呢 首先来说保险股 平安保险 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气温 而银行股呢 你想指它有涨非常非常费劲 昨天呢 咱们曾经给大家说过的 独锡银行动浪 昨天也就是一个4%到5的涨幅 大家可以看 这根阳线就已经很大了 你想指它涨停没戏 但是券商经常会出现涨停 所以我们的选股方向 还是在券商上 当然这个是等大盘 要往下有一个小调整 踩我刚才说的 0.382和0.618的点位 时候我们再见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你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直播间再见